哈囉大家好 今天帶我媽來買菜 哎呀我的頭髮 應該有三個月沒有禮了 喔好煩喔 我一直每次都注意到自己這個 我頭髮的方向就是這樣漲 你知道嗎 這樣漲 然後我以前都會漲著三七分 不好意思喔大家 反正 我晚上呢還要在 直播 然後我背後都是貨 反正現在的生活型態 基本就是這樣 抽空呢就是拍影片跟大家 聊一些東西這樣子 所以質感沒有以前那麼唯美 還有架單眼在那邊看 然後 頭髮衣服什麼的 然後特別set 雖然說不見得一定是 最好看的 但比現在得體吧對不對 其實我一直主張 就是學習越南語 你就是要多利用 越南語跟中文 也就是 正確來講是漢字 有很大關聯這一個點 然後去用漢字 學習越南語 這對於你的學習是非常 有很大的幫助的 今天就來聊這個東西 我在本專上面也做過圖了 然後我今天是用 影片的方式 再跟大家呈現一次 中中中三個字 到底有什麼差別 那你寫成現在的這個 拉丁字母的拼寫的時候 它根本就一樣嘛對不對 然後寫成這種文字之後 它限制住了它的發音 可是你看不到它的形 完全看不到它的差異 我把南字跟所謂正宗的漢字呢 把它併為 叫做 我就一起叫做漢字 我不覺得 需要特別區分 有需要的時候我就會說 這邊如果我們要回歸到 它的南字的部分 你就會發現 欸 泥目了然 這三個字 其實你只要看它的偏旁就好了 看偏旁就好了 有邊讀邊 沒邊念中間 在這邊不重要 反正你就是看 來 第一個 有一個內的 很明顯 它就是什麼東西的裡面 對不對 然後有一個中字的 很明顯 它就是什麼事情 當中 然後如果有一個清 澄清 清澈的清 那很明顯 它就是清跟 清楚有關嘛 這個完全就是取它的字意 它的翻譯都是中 可是有一個叫做 某個東西的裡面 啊 我覺得很討厭這種環境 然後 收音都 很爛 電腦很吵 風戰很吵 機車很吵 某件事情 之中 也就是它是一個抽象的 事件 它不是一個實際的東西 例如我在局中 人 在江湖之中 的時候 我們就使用這個有中的這個字 那在什麼東西的裡面 我們就可以用內 有內字旁的這個裡面 然後呢 當我們覺得水很清澈 眼球很透徹 或者是說天空 欸天空沒有 鏡頭 鏡頭非常的透 我們就是有用這個輕字 有沒有發現 欸它忘了你教我這些幹嘛 因為 我用不到這些 男字啊 但你有沒有發現 當我講完了這些之後 你已經記得了 用一個三個意思 事件之中 某個東西的裡面 表示在裡面的狀態 以及 清澈 成澈 是你學會了吧 記得訂閱 掰掰